你知道我都排不到吗 就是每次去问说 小巨蛋 他说没有 他说那个谁都排不到 谁都排不到 怎么会排到你这样子 因为他的意思是说 人家现身请这样 终于等到这一刻 艺人陶金银宣布 明年2月27号 要在台北小巨蛋 举办个人演唱会 这对出道满30年的他而言 格外有意义 两年前陶金银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第一场大型售票演唱会 当时的他就许下了 唱进小巨蛋的心愿 不过能不能保持 两年前门票秒杀的记录 陶金银坦言压力有点大 我觉得他不敢想是因为 TICC毕竟才是 两场加起来也才是 小巨蛋的一半嘛 所以有可能就是说 秒杀一半 那另外呢 杀不了 这时候压力就会很大了 许多观众想到陶金银 都是浮现专业的主持人形象 高水准的台风和场控能力 一直以来都有目共睹 身兼作家 广播 DJ等多重身份 被封为斜杠先驱 但歌手出道的他 从没忘记对于歌唱的热爱 这首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当年红遍大街小巷 即将在舞台上和大家见面 陶金银非常兴奋 加紧准备 要将最精彩的表演 带给长久以来支持他的歌迷 东西新闻约的中心 中文报道